白白胖胖 蔥肉包出爐 掰開內餡 滿滿蔥香撲鼻 還有Q彈 豬後腿肉 彰化鹿港名店 阿鎮肉包 不只吸引觀光客 更有不少在地人 每天必吃 如今價格連番上漲 單顆漲三塊 占上25元大關 好吃就好了 好吃就好了 對 要一家去10塊而已 沒關係啦 漲漲漲 民眾也只能接受 店家說漲價決定逼不得已 因為光是原物料成本 就已經撐不住 像是豬肉 後腿肉 從美金100元漲到140 漲幅四成 另外麵粉也漲 讓肉包價格 從過去的20元 一路漲到25元 我在最怕接到 因為肉上卡的店裡來 三塊兩塊就卡的店裡 同時說肉要漲了 另外包括桂圓包 同樣因為桂圓肝上漲12% 桂圓饅頭也漲3元 不只肉包 彰化在地小吃 也同樣因為豬肉漲價 價格明顯浮動 阿犬礦肉飯 今年初才漲過 礦肉飯從50元漲到55元 人氣名店阿三霸丸 及阿張霸丸 張福也達到一成 一顆霸丸要價55塊 東漲漲 西漲漲 如今因為漲價 剝奪了民眾 享用平民小吃的小確幸 記得全新聞裡面 並無捧心 彰化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